各位同学好 我们现在要来讲6.3节准地转预报 这个是前一节讲过的准地转方程 那中间这个运动方程已经改写成准地转渦度方程了 理论上这组方程是 你要用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把垂直速度算出来 之后你才有办法去算 它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 但是Om它不太容易观测 因为它的值非常小 你用别的方法去估算它的时候也很困难 因为误差会很大 所以我们在实际应用的时候 都要想办法绕过去 那这项算出来之后 你才可以去算新的相对渦度 那绕的方式就是你可以看到 准地转渦度方程的最后这一项 跟热力方程的中间这个圈起来的这一项 它们其实都有Omega 所以你只要把热力方程乘上F0除以Sigma 除以Sigma就是这个会不见 乘上F0它就会跟准地转渦度方程最后这一项 这个F0一样 然后你再对P为分 所以这个热力方程再对P为分 那最后这两个项就会一样了 那这个项我们就叫它垂直拉伸项 圈起来右边这个 这个我们叫它垂直拉伸项 所以当你把热力方程做了一些变形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垂直拉伸项等于一大堆 这个热力方程剩下的项 然后把它套进准地转渦度方程里面 那这样它们就可以把Omega取代掉 那我们现在先来做准地转渦度方程的改写 所以上面这个是准地转渦度方程 相对渦度它跟Gipotential 重力位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 那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原本的项略渦度的地方 然后等它右边这个渦度平流向也是要改写一下 这个Lablution是对空间微分两次 分母这里Partial T这个是对时间做偏微分 那这个的微分的顺序是可以调换的 所以我们把Lablution先拿到外面 我们先把Gipotential对时间做偏微分 那这个我们就把它定义成开 这个不是X 这个是希腊字母 它念开 这个我们把它定义成是中立位趋势 那定义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是中立位趋势的Lablution 那右边这边暂时都没有变 所以最后我们中立位趋势 就是中立位随着时间改变的程度 这个是跟中立位本身有关 然后也跟Omega垂直速度有关 那这个一样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垂直拉伸项 我们后面会用到 所以稍微记一下 那再来我们要改写这个热力方程 就是目的要让这两个项可以连结起来 那所以刚刚有讲过 就是把它乘以F0除以Sigma 然后对P为分 这个要留给同学自己写看看 所以你们可以按暂停 然后纸笔拿出来 导一遍看看 那假设你们导完了 我们可以来对一下答案 你在导的时候呢 这个是热力方程 原本的热力方程 这个括号里面这个 重力位对P做偏为分 这个前面有讲过 它跟理想气体方程可以结合在一起 所以会有这个红色框框里面这个关系 我们把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乘以F0除以Sigma 对不对 所以你把这个红色框框里面的东西 乘以F0除以Sigma 然后右边这边 我也把它顺便一起推导一下 但是这个先放着 我们等一下才会用到 所以我这边用浅一点的灰色表示 再对P为分 所以这个等号左边的这一项 括号最外面还有一个对P为分 那这个东西 我们再把它对时间做偏为分 因为我们在热力方程里面 这个GioPotential对P做偏为分的 这个括号里面这一项呢 最后要跟最前面的这个 对时间做偏为分的这一项放在一起 那我们对时间做偏为分的时候 一样它的顺序是可以调换的 跟P的这个偏为分 它们顺序是可以调换的 所以我就把对时间偏为分的这一项 写到最里面来 跟GioPotential这个放在一起 然后等号右边也一样记得 要对时间做偏为分 那这边等号右边的话 会随着时间改变 这边就只有这个大写的T 温度这一项 所以只剩下温度会对时间做偏为分 其他的相对时间来讲是固定的 都是常数 所以它们留在外面不用做 那再来一样就是这个 GioPotential对时间做偏为分的这个 就是中立位趋势 所以这里我就把它放进去 那你就会得到Ki对P做偏为分 然后F0除以Sigma 那外面再对P再做一次偏为分 最后这个式子的等号 右边这一大串就是热力方程剩下来的相 所以像这个红色标起来这个平流向 这个就是上面这个式子的这个平流向 一样我们这个平流向 其实都有乘以F0除以Sigma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乘以F0除以Sigma 然后对P偏为分在中括号外面这里 然后这个VG就是地转峰UGVG这边 GioPotential对P的偏为分就是原本的这个 然后在外面还有一个PotentialX除以PotentialX 还有PotentialY 这个就是这个规点的这一项 这个垂直拉伸像也是你把它乘以F0除以Sigma 就像F0然后Omega 然后对P偏为分 所以就垂直拉伸像就跑出来了 那这一项在原本在热力方程里面是叫做稳定度 那现在它已经变成垂直拉伸像了 那一样最后面的这个项是非绝热像 这个有个大J在这边就是非绝热像 好那这个是改写过的热力方程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等号左边的这个项 这个项的物理意义要解释一下 前一张投影片的我刚刚说等号右边灰色的那一个部分 我说先放着等一下会用到就是这边要用 现在我们把那个灰色的那个部分拿出来讲 那这个东西它的括号里面你可以看Sigma 这里有SigmaP然后分子有个R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在讲 准地转近似的时候的那个SP 它是标准大气精力稳定度 那这个可以把它放进来 所以我们这一项就可以写成是F0除以SP 那你可以再把它换一下位置 就是这个Partial T和Partial P这个位置可以改下 改下之后写成最后这一项 我们这个紫色虚线框起来的这个 是温度随着压力改变 压力就是垂直的坐标 所以你垂直方向上的温度改变 它代表的就是你局部地区的精力稳定度 然后我们把它处以SP 所以这个蓝色框框框起来的这个 就是你的局部地区的精力稳定度去除以标准大气的精力稳定度 所以它是一个标准化以后的大气稳定度 然后这个东西蓝色框框在随着时间改变 所以它是标准化后的大气精力稳定度的改变率 所以等号左边热力方程等号左边这一项 你光是看它原本的样子 你会看不出来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但是你这样子改写之后你就可以知道 它实际上的物理意义就是在告诉你 这个地方的大气精力稳定度怎么样随着时间改变 然后你看它前面还有一个乘以F0 这个呢就会让你这一项 就是热力方程里面虽然看起来像是稳定度的改变率 但是它的单位呢就会变得跟涡度一样 那它就可以跟准地转涡度方程一起比较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两个方程式 上面这个就是准地转涡度方程 那我们把它改写成是用重力位趋势来表示 最后这一项是垂直拉伸向 然后第二个方程式就是热力方程也是改写过的 然后这个蓝色框框框起来一样 就跟上面这个长得一模一样 这是垂直拉伸向 那它他们两个式子里面的这一项 唯一的差别就是前面这个符号 你在准地转涡度方程里面它是正的 是加这个项 但是在热力方程里面它是负的 就是减掉这个项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垂直拉伸向在重力位趋势 或者说涡度的趋势的贡献呢 与它在这个大气稳定度变化率的贡献是 大小是相同的 但是它的效果是相反的 所以你在这边有正的效果的时候 你在热力方程里面就是负的效果 光是刚刚那样讲可能听不太懂 所以我们现在来用简单的示意图 来解释一下热力方程跟准地软温度方程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刚刚讲说热力方程等号左边的这一项 我们把它改写一下变成是标准化后的 大气精力稳定度的改变率 那我现在画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在这边 就是横轴是温度 然后Y轴是压力 然后紫色的线就是 温度随着高度在改变的意思 那我这样画的时候 表示随着压力越来越小 因为越高的地方压力越来越小 随着压力越来越小 温度也越来越小 所以温度对压力做偏微分会是正的值 那现在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的那个lapse rate 就是这个东西就叫lapse rate 它随着时间如果变大了 斜率稍微大一点 这个最明显的就是 你在低层有暖瓶流的时候 你让低层的温度变暖 但是高层不太会改变 那你这个lapse rate 就会随时间变大 那lapse rate变大以后 你的大气稳定度就会降低 所以这样子会比较容易发生对流 或者你说是垂直运动也可以 那所以我们来看在上面这个 写成数学的形式来讲的话 你现在这个温度对压力做偏微分 这个原本是正的 那你随着时间它会变得正更多 lapse rate的时间变大 所以这个紫色的这个部分 在对时间做偏微分的时候 它会变成是正的值 因为你随时变大 但是因为这个项前面有个负号 所以这整个东西会变成负值 那F0跟SP这边 它只会改变大小 但是它不会改变正负号 所以我们这边 它一样是负值 那我们把它放到 热力方程里面来看的话 在这边 它的等号 左边的这一项 就相当于上面的这个东西 所以当你有发生低层暖瓶流的时候 这个等号 左边的这一项 会是负的值 然后 你这边如果是负的值 那其他的项 我们先假设它不要变 我们就光是看这个垂直拉伸项好了 垂直拉伸项 前面这里是一个负号 意思就是说当你这里变成负值的时候 那你垂直拉伸项 就必须要是正的值 那我们来看这个是第四章 那时候讲 位窝的时候的字役图 现在这个横的这个线是等位温面 那我们的气流在绝热的情况下 会沿着这个等位温面流动 所以当你在两个等位温面比较靠近的地方的时候 它的稳定度是大气稳定度是比较高的 然后你有个气柱在这边是 自己原本就有一个旋转 那当你这个气柱移动到等位温面距离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 这里是大气稳定度比较低的状态 你移动过来的时候就会有垂直拉伸的现象发生 那你垂直拉伸的时候 我们来看温度方程 这边就有垂直拉伸项 这个项的前面这里是正号 所以对这个温度方程来讲的话 它会产生正的温度 也就是你前面这个项对温度会变大 所以温度会随时间增加 那这个跟我们在第四章讲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就是你气柱的厚度变厚的时候 就是分母会变大 然后你为了维持位温守恒 所以它的分子也要变大 那分子就是相对温度加上行星温度 那现在假设行星温度不变的话 就是你相对温度要变大 所以你这边旋转必须要变快 那这个就是热力过程跟动力过程之间如何透过垂直拉伸项 产生连结的那个说明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